來關心 受到後面故事 優惠的影響 阿祖故事 今天都開箭 我們台北故事 今天也出現不了 盤中甚至是155點 現在大盤在進行7700點的保衛前 雖然iPhone5 今天在臺灣開始買了 不過市場有風聲說 碰國要提早在明年的第二季 還是第三季 推出iPhone5s 反而會拍拍iPhone5的小書 所以還碰國概念過 既然大力官在盤中是大路 甚至是半天半 台北故事 今天高級小的旅股大多數 造成都比較弱 台積電在挑戰100塊的台貨也不成 鋒海集團的股票也都落 只有鋒達電跟新奇的旅股表現是比較強勢